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二次通话 未能化解美中关系僵局 但双方都表达了管控风险 反止竞争变为冲突的这样一个意愿 习近平他把美中关系濒临冲突边缘 归咎为美国错误的对华政策 中国官方和民间舆论也盛行 美国见不得中国崛起 企图阻挡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步伐 白宫资深官员透露 拜登坚守美国对普世民主价值观和尊重人权的承诺 同时美国朝野上下达成共识 美国和西方国家绝不允许一个前苏联式的世界强权再现 那么华盛顿和北京各说各话 两国僵局如何化解 从全面合作到全面竞争 美中关系何以走到今天 为什么美国和西方社会无法平静 接受习近平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梦呢 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 拜习二次通话 谁是美中僵局的始作俑者 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 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 纪硕明先生好 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 另外一位是香港资深传媒人士 纪硕明 纪先生您好 许波您好 胡平先生好 美国之音的观众大家好 根据白宫发布的一份简要的通话记录呢 我们看到拜登总统与习近平主席进行的广泛 且策略性的通话当中 双方同意在一系列议题上开诚不公的接触 拜登表明 美国将继续负责任的处理美中之间的竞争 并强调美国对印太地区与世界和平 稳定与繁荣的长期关注 两位领导人也讨论了 两国必须要确保这个竞争不会演变为冲突 那么首先我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 种种迹象显示呢 这一次通话是美方主动要求的 那么拜登为什么要启动与习近平的这次通话 双方90分钟的通话都涉及到哪些重要的问题呢 这次通话是美方主动要求的 因为在这之前 拜登政府曾经通过多种方式和中国政府接触 愿意进行坦诚不公开诚不公的对话 可是都没有得到中方的认真的回应 那只得到是中方的一些糊弄 一些忽悠 那么为了打破僵局 所以拜登就决定亲自出马 直接和习近平通话 然后我们看到双方都对这次通话做了报道 报道的内容呢 双方报道的就不大一样 就成了一个通话各自表述 不过根据双方的报道你可以看出呢 在这90分钟谈话中 他们是进行了广泛的战略性的讨论 可以说大概是把各种重大的问题都摆上了桌面 包括他们的共同的利益 共同的看法 还有一些在重大的利益问题上 价值观问题上 存在的分歧的一些问题 也摆上了桌面 那么也谈到双方要可能进行的合作 那么他的达成的共识呢 那当然就是说这种沟通 对话非常重要 以后要让他经常化 在一些涉及到具体的工作层面的问题呢 尤其要加强工作和对话 最主要的共识就是确保 双方都认为要确保两国的竞争 不会演变为冲突 是这么的 那当然中方的报道 你看有两个地方比较有意思 一个就是习近平一上来就批评美国政府 说是美国的政府的对话政策 造成了两国关系现在的这种紧张 这不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 也不符合全世界的利益 然后想到呢 中美能不能处理好彼此关系 关系到不但关系到两国的利益 也关系到世界的前途命运 他讲了一句话嘛 这个中美能不能够处理好彼此的这个中美关系 是一个能不能搞好的这个选择题 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 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呢 他还特地讲到 说中美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和最大的发达国家 这话当然他原来都讲过的 不过最近这些都讲的少了 那现在他这个会谈上 对话政又提出这个话 那言下之意呢 那就是说美国还是最强的 那我们中国现在呢 无意取代美国的地位 也表示这么多意思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他谈到台湾问题 那看来是中国比较担心 美国要 因为现在美国确实有提升台湾地位的这么一个样子 所以他特地谈到 说美方表示 他们从来无意改变一个中国的政策 那这也是我们能看到的一些比较值得关注的地方 好的 那么白宫的通话记录 公布的通话记录是非常简要的 新华社发布了一份更详细的通报 刚才胡先生说了 中国呢照例是摆出一副解灵 虚视细灵人的这样一个姿态 强调习近平是应约通话 但是其实从习近平的表述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呢 中方似乎更急于改善美中关系 我来请教香港纪硕明先生啊 您从拜习二次通话中看出哪些重要问题 不久前呢 我们知道习近平发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谈话 似乎打算与美国打一场吃酒战 但是从新华社报道的习近平表态当中呢 我们看到中国好像并没有打算与美国脱钩 彻底截掠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们观察啊 今年以来中美两国的领导人 我认为呢是一直处于冷暴力当中 互不基础互不往来 对吧那个互不交流 那么即使是中国农历新年 就那个七个多月以前通过一次电话 据说也是美国驻中国大使离任的时候 他带话给这个拜登 就有人让他带话给拜登 说农历新年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很重要 所以拜登就是来了一次拜年电话 那么这个七个月以后才算真正的一个对话 我想大概有三个方面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我觉得政治家的那个真话不能全当真 习近平主席曾经他也是首肯战狼外交 那为什么中国战狼外交一直不停息 是那个主席首肯 那要整备斗争 这些都是他曾经那个做过的指示和说过的话 那他也曾经说过太平洋足够大 足以容纳中美两个大国 那他还说有一千个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 那么今天又强调了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选择题 还是一道如何搞好的比达题 那哪一句是真的要看怎么做 但是对这些对话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那个中方不想中美关系继续恶化下去 第二点呢那个习近平主席表态当中可以看到 中国不打算与美国脱钩 更不想决力 决力也是一种那个一个既定的 那么据称呢那个前不久在北戴河会议当中 确定了三不跟美国就是一不脱钩 爱不打仗三不推浪 为什么呢 这三点那对现朝执政都是致命的 那所以这三个都都会去去死守 那么第三个呢 拜登的一句话 美国从无意改变一个中国政策 这个可能让习近平多少有点安心和安慰 那不踩红线就有的谈 那个中国最敏感的是美国挑动台湾 这会逼迫中国孤诸一阵 那后果可能不堪事想 那这是我三个观察 好的 那么说到这个拜习通话的这个共识 许多分析人士都指向风险管控 即美中双方都希望防止把竞争扩大到公开的冲突 谈到美中关系濒临冲突边缘的这个原因 我们看到这个一位白宫资深官员 他在拜登和习近平通话之前向记者吹风 他表示美国希望负责任的处理美中之间的竞争 而中国正扮演一个不负责任的角色 其所作所为呢都是设计好用来对内宣传的 我来请教胡先生 这就让人想起不久前在阿拉斯加举行的这个美中外交对话 由于中国外交政策负责最高负责人 杨洁篪发出中国人不吃这一套的这个外交最强音 导致双方不欢而散 那么您如何评价美方对中国这个不负责任的这样一种指责呢 当年72年伊克松访华见到毛泽东 就对毛泽东说他看到标语达到美帝国主义 毛泽东就笑着回答说那是放空炮的 那这话呢只能毛泽东说得出来 那别人说了就成了反革命言论了 是的 那么现在美方指责中方不负责任呢 那就是针对像你谈到的 在阿拉斯加会议上 杨洁篪用中文的严重的超时的讲话 还有美国的副国务卿 施尔曼和特斯克里到中国 中方都不认真会谈 当然再要就是所谓战狼外交 特别是在病毒溯源的问题上 中方一方面坚称实验室泄漏 说是阴谋论 但同时呢他又提出来 要去查美国的德特里克堡 说是病毒是从德特里克堡出来的 那么这些都表示了 中方是故意和你美国对着干 他不是和你对话 是和你抬杠的 那当然这他就是 很大程度上就是做给国内能看的 并不是要真正的和你坐下来 好好讨论问题解决问题 所以呢这个 我想美方对这些 当然他就会很不满 他就要批评 另外他批评呢 也有一层意思 就是为了反驳中方的责怪 因为像刚才讲到了嘛 那习近平一来就说 是你们美国对华政策的不对 才造成点关系紧张的 那现在这个拜登讲这些话 那就是他不是这样的 说我们一开始就 就是想和你们认真讨论问题 认真对话的 那是你们做了一些 莫名其妙的事情不负责任 所以他就说这个 在过去这几个月中 两国关系这么不顺 出这么多问题 责任不在美方 而在中方 我想这也是他 美方要讲这番话的 他的一个原因 的确啊 这个中国人民不吃这一套 这一类外 这不是外交场合的语言 但是拿到中国国内 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 很多中国人呢 感到很受用 所以呢 可能美国从这方面讲 这是中国把外交用于内政 作为宣传 那么习近平呢 刚才胡先生提到几次 就是习近平则把美中关系 目前面临的这个僵局 归咎于美国 归咎于美国错误的对华政策 中共官媒 以及具有强烈民族主义 色彩的这个民间舆论呢 都把美国惧怕中国赶超 美国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这个决心 来作为美中交恶的一个原因 我来请教季先生 这个美中关系由全面合作到全面对抗 不过三四年的时间 您怎么看美中关系走到今天的这样一个根本原因呢 我讲两点啊 一个呢是中国有一句古话 就是说一只碗不响 两只碗叮当 对吧 这是从这个中美两个国家的这个矛盾来看 本质上是价值观的对峙 东西文化的这个分歧 所谓全面合作 它是在脆弱的环境当中的一种互动 一有风吹草动 庆客瓦解 这是不出奇的 那么全面对抗是从贸易战开始的 那么原本呢 中美签订了贸易协定 中方也答应执行 那么接下来呢 主客观的情况 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为什么发生了疫情 对吧 那个美国又是大选 那个进行了这个变动 那么这个疫情的溯源 香港 新疆的人权问题 以及台湾问题 令双方走向了全面对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在正常情况下 已是水火不容 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这个政策下 增重市场的等一定条件下 才有了中美的合作机会 那么现在呢 中国离邓小平的路线 我觉得越来越远 那么两个大国合作的基础 开始薄落 自然也就会分歧越来越大 那个隔阂越来越深 越走越远 那乃至这个整个西方社会 都不接受中国的这样的 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国际态度 和在国内实施的一些情况和政策 那么这个才是一个分歧的真正原因 徐伯 好的 那么季先生提到呢 可能在这个习近平新时代呢 跟邓小平路线呢 基本上是渐行渐远 因此呢 这构成了这个美国以及西方社会 同中国这个决裂的这样一个原因 那么说到美中交恶 我们就不能不说到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他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之后呢 美中关系便急转直下 所以啊 有人说呢 特朗普可能是美中交恶的始作俑者 许多中国人都这样看 那么特朗普先生我们知道 他不是一位意识形态色彩很浓厚的人 但是他采取的对华前因立场 却一下就得到了美国两党 及朝野上下的这个一致拥护 打压中国便成为当时美国罕见的一个共识之一 我来请教胡先生 这是为什么 是谁让美国主流社会对于中国印象产生了深刻的变化 美中交恶的始作俑者究竟是特朗普还是习近平 你乍一看去 美中交恶的始作俑者是美国的总统特朗普 因为是特朗普上台以后改变了以往美国的对华政策 转为强硬 这样子造成了两国关系的恶化 但是你进一步深究下去 那你就可以发现特朗普这么做 他不是无事生非没事找事 那原因还在习近平 因为习近平上台以来的种种的倒行逆施 那使得美国整个主流社会原来的对中国的期待就破产 因为他们本来期待的美中之间这种友好的合作的 这个这种方式 那能够使中国这个国力进一步的上升 而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 中国就算不是变得自由民主了 那至少也能变得比较宽容点了 比较柔和点了 殊不知呢反而变得更专制 更强硬 那特别是这个18年修改宪法 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 这个是个很重要的标志性事件 它使得所有美国的那些 本来替中共说好话的人 这时候通通失语 因为他们无论如何 没法把这件事给他说远 所以你要说美中关系的恶化的始终勇者是谁 我说我们与其去看特朗普 去看拜登 那你不如看看那些 原来美国的所谓拥抱熊猫派 看他们现在是什么态度 看他们为什么怎么转变的 他们为什么会改变 所以这里的问题呢 它就不是像很多国人想的 就是美国建不得中国强大 如果他建不得中国强大 他早就不会对中国采用过去那种政策了 因为过去那种政策的做法 当然有助于中国的强盛 这是人人都看得见的 那么之所以现在发生变化呢 就分明这中间引出的这个矛盾 不是所谓的修习底德陷阱 不是守成强国 见不得新兴强国 也不是 也并不完全是地缘政治 更多的是一种价值观的这个对立 所以我觉得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那么他始作俑者 当然还是在其一名本源 那么刚才季先生呢 说得很明白 就是说呢 这个邓小平改革开放这40年呢 淡化意识形态的这个冲突 淡化这个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所以呢 才有了美中这个 你说他全面合作 但是是非常 刚才季先生说非常脆弱的 一种全面合作的一个基础 但是现在这个基础 好像没有了 那么说到这里呢 我们可能对于白宫 那位资深官员 指责北京的外交 让内政牵着鼻子走 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习近平 他显然呢 是毛泽东一类的强人领袖 他跟改革开放40年的这个 各位前任有明显的不同 他有着强烈的使命感 和舍我其谁也的这样一个气魄 所以他的前任不敢做的是 他敢做 比如新疆再教育营 香港国安法 武统台湾等等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说实在 别说他的前任 胡锦涛 江泽民 邓小平 甚至毛泽东也没有做过 我来请教季先生 习近平的大胆作为 尤其是在香港问题上的做法 对于北京和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 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讲两点 习近平和他的前任来比较 他有更大的理想抱负 比如说他讲中国梦 讲中华民族复兴 已经不是讲很基层的 底层的那些东西 不管外界指的 是不是这个契合实际 但是他这个站位确实是高 对吧 但是另外我们又说 往往呢 性格决定命运 那么习近平呢 他是属熟像 中国人很想熟像 熟像的是属蛇的 那蛇呢 就是身性冷峻 他抬起舌头 吐出这个红石 完全就是一种进攻的 这样一种姿态 虽然他身形柔软 弯弯曲曲 但是你看他总是向前 对吧 这就是那个显示出 他的这个性格 又决定了 这样的一种 这个中国这个大国 和其他国家的 这么一种命运 第二个问题呢 是国内大权在握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自然他想做什么 都不难 都能去做 没有人可以阻挡 那么传统政治学领域 我们说 他的一个经典的名言呢 是外交是内政的延伸 那么所以呢 这种这个 无人可党 不想让人党的 这种独立特性的性格 在国际上 对西方价值 就是形成了一个 强大的一个冲击 那么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呢 是观起门来 不管你怎么样独裁 对国际社会影响不大 那么今天 中国站在国际舞台 举手投着 都是要改变 几百年来形成的 西方国际价值 那么当然西方国家 那个自然不少 冲突也由此而起 这是我的一个观察 好的 那这正向呢 许多中国人 认为官方媒体 也这样宣传 美国对和西方国家 对中国的指责 直接在干涉 中国的内政 可是呢 在西方 在西方国家 在西方社会里 人们普遍有这样一个认为 习近平现在的所作所为 实际上就像季先生刚才说的 实际上呢 是企图挑战和改变 多少年形成的 这样一个 这个国际政治经济的一个秩序 因此呢 这才引起了西方社会的 这个普遍的这样一个警觉 那么我们知道冷战之后呢 马克思主义 刚才我们提到 邓小平 习近平的抱负 他的世界啊 这个百年未有之大病局 他的中国梦 我们再来看看他的意识形态 冷战之后呢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可以说是全面破产 国际主流社会的一个共识 就是不会再允许 世界上出现一个 前苏联式的 这样一个共产主义的 世界强权 果然 这个苏联垮台之后 在四五十年的时间里 或者是五六十年的时间里 没有出现这样一个政治强权 但是现在不同了 我来请教胡先生 现在习近平 他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 强调回归社会主义本质 西方社会普遍认为 这是在逆历史潮流而动 美国和西方国家 对于中国的这种警觉 您觉得是多余的 还是必要的 这种警觉当然是必要的 不过在我看来呢 他还不够 因为今天的中国 如果仅仅是第二个苏联 如果仅仅是另外一个 共产主义的世界强权 那还好办了 因为苏联式的共产制度 他有不少致命的弱点 其中一个致命弱点就是 他无论如何 他把经济搞不上去 他经济总是搞不好的 而你今天的中国呢 他恰恰是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 他放弃了 抛弃了 过去的共产党的任一套 大量的引进了 复辟的资本主义 包括对外开放 这么一来呢 才使他经济获得了活力 因此呢 中国这些年来 说到他无非就是经济发展了 以比较高的这个速度在发展 那么这么一来呢 他现在的中国 他就不是已经不是传统的那种共产主义 而且呢 包括习近平本人 他也未必愿意回到那种传统的共产主义 问题就是 这种加进了这个 在经济方面 加进了这么多资本主义因素 同时又打着共产党 这个政治上又打着共产党的招牌 这么是一个历史上没有过的一个怪胎 那么因此对他的性质 对他的问题的考察嘛 对大多数人来说 他都是一个新的课题 所以总不是特别清楚 那你现在习近平的所作所为 一方面固然和习近平个人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可以相信 如果当年不是习近平接这个班 是别人 比如说是李克强接这个班 那今天的中国情况不会是这个样子 但这一方面呢 习近平上台以来 之所以一下子就把事情 中国搞成这个样子 那也和过去 邓江时代的积累有相当的关系 所以呢 这个现在的问题我觉得 毫无疑问 整个国际社会 对中国的情况 必须要高度的警惕 高度的警觉 同时要 你要对这个中国 要一个很充分的认知 从而采取更正确的对策 那还有赖于进一步强化 对中共 今天的中共 有怎么样 中国会不会成为第二个苏联呢 我认为啊 中国受苏联影响很大 会不会成为第二个苏联 我认为不会 也因为呢 在很多时候 历史有极大的相似之处 但历史很难重复 目前的中国和前苏联不同 经济实力很强 部分实行市场经济 坚持和西方不脱钩 国际地位上 也在不断的 这个处于上升通道 第二个呢 但是就从目前的 这个世界上来看呢 中国还没有当年 苏联的地位 那时这个苏联 还有一个价值相同的 价值观相同的 社会主义阵营 那那个时候 那个中国是我们的朋友 骗天下 现实呢 无利益 没朋友 如果要有一个结果 我相信一定不会是 同一个苏联的这个结果 那么第三个呢 我也在观察 我觉得中国一直想 走一条自己的路 对吧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原本看呢 似乎不太可能 对吧 要突破这个世界 原有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规范 和成型模式 那因为这样会改变 世界发展的一种规律 但是呢 一场疫情改变了一切 那你看 第二季度美国经济增幅 三十一年来 首次超过中国 但是美国最近一波疫情 又将改变 那个轨迹 对吧 原来改变的轨迹 做了很大的改变 那所以这个 现在不确定的因素 很多 你包括美中领袖的 这个对话 美国又会怎么做 中国又会怎么去 这个应对 会不会有所改变 所以呢 我觉得一切还不确定 还要观察 好的 我们感谢这个 纪硕铭先生和胡平先生 参加我们美国之音 时事大家谈的节目 两位嘉宾呢 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 不代表美国之音 好 我是许波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